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创建酒庄的故事 那金迪呢 我看到这里庄园呢 非常的大 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 是容纳了我们中西方的精髓 有英式庄园的大气 还有我们中式庭院的精致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 用这种中西合并的设计方法吗 是这样哈 就是说我们 作为中国人 都喜欢血液自然的景观 就是说它是本于自然 但是呢 又能像那种山水画一样 能展现出来诗情画意 那但是我们是做这个 就是婚礼的 那我们需要一个 就是宽敞的草地 那我们是一个 做了一个英式草坪 那根据商业功能呢 我们又希望 在酒庄的品酒和做party 互不影响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个入口厨这边 就做成了这种 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 血液自然的这种景 对 就是小桥流水 对 像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小桥 对 石头喷泉 对 还有喷泉 对 然后这边的竹林 对 都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 自己的小的主题 对 就是我们就想让它一步一景 就是不移景换 就是都能不同的景致 真的是这样子 看哪里呢 都是非常的用心 有很多的细节在 很有设计感 而且呢 在这边举办活动 举办婚礼 还有非常宽敞的草坪空间 可以使用 在这边 现在过来举办婚礼 举办活动的人多吗 哎呀 非常多 是吗 今年太多了 是有没有说很多族裔的人 来到这边呢 对 不同的 因为本身加拿大就是一个多元文化 就是一个puzzle 是 那其实我刚来的时候 自己还想去刻意的去了解 每个族裔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习俗文化 因为我们居住到这儿了 好懂得去尊重 对吧 会去 交很多的朋友的时候 知道尊重别人的文化 但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个酒庄 做婚礼 那就有机会更多的去了解了 对 在这边其实也适合 不同文化的人来这边举办活动 是 对 你看到那种有的那种西人 就是欧洲移民过来 因为他们很多本地人 那他办的时候 你就看到了我们原来读那个读书 读那个英式婚礼 然后就是读他们会做一些他们的那种 就是传统的游戏 也是在这边 对 你比如说印度人 印度人又有不一样 他也有不一样的那个地区 就像我们中国南方北方一样 他也有不同的 就是化妆什么有的是点点的 有的不点点的 习俗都不一样 对 但是在这边都很适合 因为都想来这个很漂亮的地方来举办一生难忘的婚礼 而且一家人来到这边呢 除了可以品酒啊玩一玩 还可以去高尔夫去推推肝是吗 对 可以推推肝啊 泡芋啊 然后我们有有机的蔬菜园 小果园 都是很小型的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有那个田园梦嘛 采菊东篱夏 悠然现南山 是的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更多的朋友 到这来能享受这种田园生活 放松身心的生活 除了蓝莓 还有不同的蔬菜在这边是吗 还有小蔬菜园 还有一个小有机果园 哇 非常的多样化 还有香春园 有机香春园 都是有机的 对 而且在这边如果说玩累了的话 还可以在这里享受一下水疗是吗 对 可以水疗 然后可以住宿 在这边住宿是多大的空间 可以容纳多少人呢 一共八个房间 可以容纳十几个人 对 所以说也很适合说 如果举办活动 举办婚礼 就直接在住在这边 很多都是住在这儿的 也很方便 而且我知道这里呢 离兰里的小镇呢 也很近 对 那如果说大家来这边品酒 来这边玩 有没有在周边一些 您觉得可以推荐大家 也去看一看 去玩一玩的地方呢 对 因为我们兰里呢 是 汤西普兰里是一个就是酒庄的产业集群 因为它的地势平坦 景色优美 是 所以呢 就附近有很多的马场 然后 可以去骑骑马 对 可以去骑骑马 然后呢 还有就是我们太多的附近可以采摘的果园呀 然后什么到感恩节什么南瓜农场啊 还有看那个奶牛就是怎么去产奶的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附近的这个 就是离我们很近的这个就是 泽贝的发源地 这个就是Fortlandly Fortlandly是泽贝的BC的发源地 然后那儿很多的艺术家 艺术小店 那个还有画廊 还有博物馆 都是可以去附近去转一转的 是 愿意运动的话 那我们附近太多高尔夫球场了 哦 对 除了在这边有格林之外 还可以去附近大一点的球场 对 对 对 然后我们这边吃饭也特别方便 然后有一个我们离我们这几分钟 一个餐厅经常拍电影 哦 是吗 很出名的一个西餐厅 经常拍电影 我们家蓝莓园后边也会经常有拍电影的 因为那个雪山的景和有这个蓝莓的红叶 因为蓝莓它的红叶可以一直在冬天红的 哦 是吗 冬天的景色特别美 雪白 地面是雪白的 然后蓝莓还是红叶 然后雪山 蓝天 要赶到晴天来 那是极美的景致 哦 所以说其实夏天来跟冬天来 它的景色是有不一样的美的 对 四季变幻的 哦 所以像现在呢 我们是马上要接近十月了 那之后呢 十月份的之后 也是可以来这边去品酒 也是会有一些活动的是吗 当然可以了 冬天在SPA里泡浴 泡热水浴 对 也很享受 更有情调啊 放点酒 放点小点心 可以朋友一起在里面聊聊天 嗯 对 那您会推荐说如果来到这边的话 您觉得要待几天 您觉得会比较合适呢 看如果是想打高夫的话 那要待到三天 如果是不打球的话 两天都可以 如果来一天的话 那就是来品品酒啊 就是享受一下悠闲的生活 如果想骑骑马呀 打打球啊 就要待到两天到三天 嗯 活动非常的丰富 对 非常丰富 而且我听说还有些人 他可能是一空闲的时候 就会来到这边 因为这边其实离温哥华 也是很近的 所以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 所以就是想放松一下就可以过来呢 对 我们这交通太方便了 这个我们这儿离一号高速非常近 嗯 就是不到十分钟就到了 一号高速就上去了 嗯 所以到温哥华 Richmond到哪去都非常方便 对 而且它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老外比较熟悉的生活方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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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这边是一个就是 因为我们这边Township Lendley是大概有十二三万人口 嗯 它是就是大温这边 它的中产阶级占比最高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其实你看着是农场农村 你往里面走全是豪宅 哦 是吗 都是自己带私家马场的 哦 对 所以说来到这边可以顺便去看看这边的豪宅了 对 对 非常的漂亮 嗯 对 所以在这边呢真是可以享受生活 在这边可以跟家人呢一起在逃离市区的这个悬化 就在这边去享受一下 嗯 那来到这边之后 除了品酒之外 您还推荐说在这边还可以做哪些活动呢 呃 在我们这儿除了品酒 因为我们呢就是呃 来活动的西人特别多 嗯 那他们都会自己带很多节目 哦 因为我没有空间 哦 因为我没有空间 对 其实我更建议就是自己 因为呃 比如说你来的是都是成年人 嗯 对吧 嗯 呃 他们有在这做团建的 那有很多的好自己可以带很多的游戏 我们当然也可以给设计了 嗯 然后如果是family 比如说几个家庭一起来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他们自己就是西人 自己他们设计很多游戏 就大人和小孩玩到一起的 呃 像我们可能呃 就是呃 我们华人觉得呃 很普遍玩的一些游戏 他们也玩的 哦 比如说什么亲子一起玩什么 就是两人三足啊 嗯 然后很多的游戏 很多游戏他们也玩的也在一起 嗯 对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 嗯 这个不是那种像我们认为的那种旅游的概念 对 可能很多华人会觉得是这个概念 对 不是旅游 其实是更多的有一个地方 嗯 就是不光是family还是情人还是朋友 呃 呃 朋友是其实需要更多的感情的深度的交流 是的 没有没有外部分扰的情况下 能真正的安静下来找一个地方 帮人真正的进行情感交流 嗯 对 这里就非常的适合 对 因为它非常的安静 也是在疫情期间给大家一个选择 是可以跟亲人在这里安全的 平安的在这里相见相聚 嗯 对 非常的适合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分享 那也期待观众朋友们 有时间的时候也可以来到这个世外桃源当中 来放松身心享受生活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天天话题节目 我是苏惠文 苏珊娜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